当我说80年代 你会想到什么 大波浪发型 电剑 有些人们认为 那是我们可以舍去的年代 但是没有80年代 你将无法拥有智慧型手机 你也不会有网机网路 电玩游戏依然只有大型街机 音乐绝不可能带着走 嘻哈文化 也不可能从布朗克斯崛起 挑战者号的爆炸 改变了美国太空总组观点 然而也让我们开始 另类思考 当然你也许看过登陆月球 但在那个年代 月球漫步才是你的最爱 或者所谓的上帝之首 德国将依然是分两边 还有那位叫史坦尼洛夫的 俄国军官 如果真的按下核弹发射钮 那我们将都不存在了 看这戏剧性的十年 如何定义我们的世界 80年代 5月25 26日 晚上10点 国家地理频道 你可不可以有数换的呢 你可不是不存在吗 你可不可以有数换的呢